1,2,3 好啦,那我們呢 為什麼呢? 可不可以同步一點? 你說bye bye嗎? 不是,你知道我平時 Ending會說些什麼? Hello,大家好,我是Heidi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買了什麼的食物、飲品、零食等等 我今天就把舞台交給他 厲害了 希望這段影片不會太多dare 如果他真的說不定的話,我就會唱他來說 好啦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買了什麼零食、飲品的話 就要繼續看下去了 好,是不是到我開始了? 是呀 好啦,我要休息一下 首先,我們第一個就是這個 麻辣味的可樂果 可樂果 是不是叫可樂果 麻辣火鍋味的可樂果 這個我們急不及袋就已經開了來吃了 是呀 其實昨天已經開了的 是真的麻辣火鍋味 不過我個人就不太喜歡 為什麼我們買這個味道? 因為它是期間限定 而且它和麻辣 對呀,已經開了 嗯 它是很鬆脆的 但是呢 我覺得它除了麻辣火鍋味 之後就不夠鹹 對呀 吃下去就會純粹有一種麻辣火鍋的香味 但是咬下去的時候 就沒有其他味道可以出來 所以就有點失望 對呀,就是麻辣味 嗯 好呢 現在我們買了很多薯片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 海南雞味的波的多薯片 對呀,它是不懂得給大家看近鏡的 如果一直給它拍片的話 它一直都會在這裡這樣說 大家看不到的 對呀,這個就是波的多的海南雞味薯片 那這個為什麼我們會買呢? 知不知道 因為第二件錄製 對,這個 我知道 沒錯,我們在七仔買薯片的時候 他在那裡說 Dear姐,有了姐 你們有了姐嗎? 然後呢 我們就隨便買了這個 沒錯 那暫時我們不會開薯片來吃 一來,我們只剩一天半在這裡 第二就是 我是真的不喜歡吃零食的 那包這樣的可樂果 我到現在過了一天 我都只吃了三條 對呀 剛才已經吃了一條給大家看 那所以呢 如果我開完的 我呢 Joyang哥哥 對呀,我主要吃不完 所以可能遲些回到香港 我們如果真的覺得薯片很好吃 我就會留下包裝 然後再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這樣? 對呀 這個是鵝阿嬤味來的 對呀,這個在台灣 如果你去夜市 就會喜歡 有些人 就會喜歡吃鵝阿嬤 即是那些鼻涕蠔餅 對呀 那些是 我覺得很難吃 但因為他很喜歡吃 所以他看到這個薯片有小包 就沖過去買了 對呀 打算買一下試一下 因為我想像不到 鵝阿嬤的味道在薯片裡 然後到這個 這個是我要買的 這個是LACE的大波浪薯片 為什麼要買呢? 因為我很喜歡吃一些很粗很厚的薯片 所以當我看到這個樣子 我就沖過去買了 好,最後一個 都是可樂果的 這個是普通辣味而已 之後呢 我要給大家看兩個瓶 這兩個瓶是小時候的 這個是奶茶味 然後這個是奶綠味 粉紅色的奶茶味是他喝的 對呀 我覺得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普通奶茶 我比較喜歡喝的五口瓶奶茶 比較多 即是日本的 對呀 而這個奶綠 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歡 如果你們以前有喝過 統一的綠茶奶綠 那種紫盒裝 七仔有得買的那種 喜歡那種味 這個就是那種味 喝下去不會過甜 那種綠茶奶奶奶味是非常出 很好入口 很滑口 所以我自己是非常推介 而且它的瓶實在太漂亮了 那種懷舊瓶 你拿著來拍照 也是很漂亮的 二味小泡芙 這個我是看到非常多的台灣Youtuber 他們拍片說在超市買什麼 很好吃的零食 很喜歡吃的零食 從小吃到大都很好吃 都有它的粉 所以我就很想試了 對呀 好像有兩種味 我記得 不是呀 上次有很多種味 我們在加勒芳看到很多層 有士多啤梨味 又有柯華甜味 然後又有牛奶味 這個是最經典的巧克力味 對呀 那你繼續說吧 我想開來吃一下 好呀 那開一包 柯華甜的蜜芽 巧克力鮭花餅 那為什麼買呢 其實因為我喜歡喝柯華甜 對呀 我又喜歡吃鮭花餅 那我肚子餓的時候 就可以找點東西咬一下了 燒泡芙 燒泡芙 我要開來吃了 好呀 這個二味小泡芙裡面 就是這樣一粒 好不好吃呀 嗯 好像落天紅仔餅 真的嗎 嗯 但是裡面是軟一點的泡芙 不是 因為它是鬆脆一點 不是軟一點 但是我鹹的 是落天紅仔餅 嗯 它的巧克力是落天紅仔餅的巧克力 那你覺得好不好吃呀 都好吃呀 好 要介紹即食麵了 炸醬麵 看到嗎 沒錯 我們是買錯了素食裝的 因為我女兒是想吃維力炸醬麵 但是不知道有分素食的 但是我們開來吃都挺好吃的 嗯 你不可以這樣說 多好吃 為什麼會好吃呢 它是怎樣的呢 哇 它很有豆豉味 麵質都好吃的 好啦 其實這個維力炸醬麵 你看它好像一個普通的杯麵 但是你打開出來 它可以分成兩個碗 它的做法就是一邊是乾麵 乾半麵 另一邊呢 當你錄完麵的熱水 就可以倒在另一邊的碗裡 裡面是有些湯粉 自己放了一包 然後倒下去 你就會變成一個有乾半麵 和一個有湯的一個套 這樣 所以其實吃下去是挺有趣的 因為香港平時都不會用這個方法 亦都沒有這個包裝 而且吃下去是一個很香濃的豆豉味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全素的話 會不會有肉味 但是呢 其實本身我看到自己買錯了 這個全素是有點覺得不好意思的 對 因為我自己是想試原味多一點 但是這個全素是真的完全沒有失望 是很香的 麵是爽口彈牙的 就算我們都是錄了三分鐘 不會說過軟 譬如有些合味道錄得太久 不是很軟的 它沒有這個情況 當然啦 我不知道錄到五分鐘會不會破爛 但是呢 暫時吃過一次都挺滿意的 這個麵 只有窗麻醬半麵 對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包裝 這個是我選的 因為它寫著是新出品 是不是很膚淺啊 我個人 所以其實我是完全對這個牌子 是沒有任何perception 完全沒有expectation 完全不知道它究竟會是什麼味道 那就真的買來試一下 但是代言的女生挺漂亮的 好 先看看 胡麻雞的大光麵 牌子是什麼 也是韋力的 好像我們隨便選一種味道 有什麼味道我都忘記了 不知道啊 你自己選過 是啊 其實都是隨便選的 一種台灣的麵都沒吃過 你什麼沒吃過 真半麵你也吃過 Kiki半麵你也吃過 老花半麵你也吃過 你不要裝飾 那要試一下便宜一點 地道一點 好呢 巴雕雞麵 大家看看 這個是否非常熟悉呢 沒錯 這個是阿信屋可以買的 但平時是買杯麵 香港好像是沒有這些一包包的麵 可能有我們不知道 是啊 Anyway 因為其實我們在香港 一直都說很想試 但我們一直沒有買 我想就算我們回到香港 不在這裡買 都會一直不會買的 所以這次就有一個藉口 其實我們兩個都很想試這個麵 所以就不如買一買 反正一杯只有四包 我們每人分兩包 都不會太啞 因為伊伊已經30歲的關係 我們兩個去到旅行 已經開始走超級市場 去到一個大馬的程度 我們已經開始買醬料 回香港煮食 這支叫胡底油膏 台灣是很流行用一些醬油膏 其實是一些稠的醬油膏 我看他們煮菜 蘸在上面吃 其實是很好吃 不會過鹹 所以我自己都很想買回香港試一下 因為它是蒜風味油 他正在學我 為什麼會買這支呢 就是昨天看電視的時候 賣廣告 是不是電視廣告呢 他說煮完食物之後 加少許就會很好吃 還有它只不過99元台幣 就是大約25-6元 不用30元一支 那我就無聊想試一下 接著就會到這一支 是義美出的純黑麻油 如果你有看過我的IG story 應該知道我上次在香港 是試過做這個麻油雞 上次的麻油雞 黑麻油就是在九龍城 一些買台灣食物的地方買 那為什麼我會想做麻油雞呢 就是因為這位先生說他喜歡吃 那我就上網看到Uncle Bob 應該說我們也看到Uncle Bob 教主 我覺得不是很難煮 那就煮了那次 好不好吃呢 好吃的 他不敢說不好吃的 但是昨天我們在台灣吃完麻油雞 之後他跟我說我有進步的空間 沒錯 Anyway Uncle Bob是用這一支的 所以我又特意在台灣找這一支 看看會不會用這一支煮 是會好吃一點 對 我是想把他放在黑麻油裡 不是自己的廚藝裡 沒錯 好啦 那我們這次台灣購的食品片 和調味料片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Subscribe我的Channel 然後我每個星期都會Upload 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下條片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